主教练陈忠和派出的首发阵容和前两场一样 由队长周思宏领先 二船小将魏秋月 主攻张岳宏和李轩 副攻位置依然有双塔薛明和徐云丽担当 比赛一开始双方攻防转换十分激烈 得分交替上升 所以中国队今天在篮网上面更加要 步伐的移动上面要更加注意 目前4比4打平 直接点20球 张显跟上保护得不错 直接躺到后区 球发的很飘 一号位的后排空 独播队将比分反超 漂亮 李轩格尔打直线 好的 中国队今天比赛篮网得第一分 直到11比10的时候 中国队抓住机会防反成功 将比分拉开至13比10 这球并没有碰到手 直接出界了 随后古巴队的一次失误 使中国女排以16比12 进入第二次技术暂停 古巴队过往击球 前面轮到前排 这球的速度很快 古巴队二号桑托斯的两次发球得分 将比分追至16比15 中国队及时叫了暂停 控制了一下对方高涨的情绪 二号就是古巴队的二传桑托斯 但是今天古巴队的跳发呢 中国队目前好像还有点不适应 给周子宏一传到位 特就直接出界 中国队也是连得2分 18比15 还是领先3分 卡里罗的一传没有接好 1号路易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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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运换扬号上来增加发球的攻击性 1号路易兹 1号路易兹 5号路易兹 2号路易兹 3号路易兹 5号路易兹 后排进攻 1号路易兹 采访啊是吹古巴队的后排进攻 采线 3号路易兹 1号路易兹 1号路易兹 好球 开网进攻 联系有获得防反的机会 可惜了 漂亮 军力的贝菲 随后古巴队的主动失误增多 中国队最终以25比20拿下了第一局 在第二局比赛中 中国队始终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优势 中国队在适应了比赛节奏之后 一传到位率增高 快速多变的战术特点也发挥得不错 还是给张约红 漂亮 不坏对方一传 中国队以25比20的相同比分取得了第二局的胜利 以总比分2比0领先古巴队 胜利似乎已经在向中国队招手了 关键的第三局比赛双方的争夺更为激烈 比赛一开始古巴队找到了节奏 而中国队的开局则有些乱 但中国队的榜首十分顽强 比分一直没有拉开 一传还是不好 中国队连续两次一攻都没有打死 好球 掉球 哎呦 再跳 我把这个连续三次机会都没有打死 这个怨不得别人 后排攻 圈明的进几块 还是攻防之间的配合不够默契 哎呀这个球 中国队的好机会 交给周四红 鼓发队的强功威力开始显现 弹跳出色的卡尔德龙 甚至将很多球 直接从中国队蓝王手之上 打落在地板上 跳球漂亮 这球有点阴晒阳错 其实没有踩上点 势大力尘 二号三托四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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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德隆依然是古巴队进攻队员当中非常有用的一点 打手出界 主攻手路易斯的扣球使古巴队以16比15进入第二次技术暂停 漂亮 球发得很冲 发得很平 四后 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并站至18平 把对方拦住了张悠红在四号位的进攻 中队连续两次一攻都没有打死 球打了界内 把遗传没有接好 中队无攻了 23比20 对方打了一个4比0的小高潮 古巴队往上的实力优势明显 强攻连连得手 以二主比二十扳回一级 接下来 打出气势的古巴队变得不可阻挡 中国队在对手的发球和强攻面前则显得变化不多 无所适从 古巴的强攻优势帮助他们以二主比二十三 再胜一局将总比分搬成二比二 双方又回到同一起跑线进入决胜局的较量 打了一个冲击 直接扣 决胜局中新人较多的中国队显然不如对手成熟 古巴队很快以8比6领先交换场地 此后 古巴队没有再给中国队机会 比分始终领先 还是没有打死 对方的开网 十五号是复工巴罗斯 这是老将76年出生 今年31岁了 生了女爸爸 一传半到位 很危险 没办法 杨昊的发球失误 让古巴队以14比10拿到了赛点 最终中国队以11比15输掉了决胜局 从而也输掉了整场比赛 本场比赛 古巴队的强攻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 而中国队在关键时刻的自我调节能力 则严重不足 不敢主动求变和把握战机 让这只年轻的中国女排 首次尝试了失败的滋味 虽然中国女排输掉了这场比赛 但是中国女排 还是凭借微弱的小分优势 取得了2007年的首个冠军 22年助手生涯 7年执掌率 她带领中国女排在20年后 重登奥运巅峰 在2008 她渴望能再次续写辉煌 在北京奏向国歌 陈忠和勇敢面对人生考验 带领中国女排再度崛起了感人故事 上周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 带领着她第七次组建的中国女排 夺得了2007年首个国际赛事的冠军 从重夺阔别17年的女排世界杯 到时隔20年之后 再次问鼎奥运会冠军 究竟是什么 使陈忠和带领着中国女排 能够再度崛起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陈忠和 来了解一下 她勇敢面对人生 执着追求事业的感人故事 爱拼才会赢 这是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 最喜欢的一首歌曲 不仅因为这首歌 是她家乡的音乐 更重要的是 歌曲释放了一种特殊的情怀 面对人生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陈忠和就是用一种 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 从容面对 1957年 陈忠和出生于福建省的龙海 小学六年级就开始进入专业队训练 1978年入选福建省队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 陈忠和的职业生涯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一米82的身高在男子排球项目中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因此职业生涯刚刚开始 陈忠和不得不选择了退役 本想做裁判的他 因为一位好朋友的推荐 戏剧性的改变了命运 因为当时你排韩年要冲出亚洲的时候 主要对手就是日本韩国 那么西澳就是一个个子不高 技术比较前面 这么一个人来当中国里面的培联 代替兵南排的时候 当时给杨维明推荐 说福建的有个挨个 技术挺前面的 给他调来看看 几乎没有什么犹豫 陈忠和就做出了选择 他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裁判机会 走进了中国女排 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女排陪练员 陈忠和做陪练的六年 正好是中国女排迅速崛起的六年 六年间 中国女排包揽了女排三大赛事 市锦赛奥运会和世界杯的所有冠军 成为世界上第一支五连贯的队伍 而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陈忠和 则对中国女排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这些积累为他在日后转做助理教练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 每每回望这段岁月 陈忠和都深有感慨 自称做中国女排的陪练 是自己人生面临的第一次重要考验 五连贯之后 中国女排一直在走下坡路 尽管排管中心先后八次换帅 但是都没有能够让中国女排重整西谷 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默默从事着助理教练工作的陈忠和 主动站了出来 他成为了中国女排的第九任主教练 正是在他的带领下 中国女排时隔17年之后 重新登上了女排世界杯的最高领奖台 此次夺冠也让更多的人对雅典奥运会 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然而在陈忠和的眼中 当时的中国女排并不完全具备夺冠的实力 因此在出征前 他并没有给球队定下过高的目标 打进雅典奥运会的前三名 是陈忠和上任时给自己立下的军令作 世界杯的全胜夺冠 加之当时拥有号称世界第一复工的赵蕊蕊 陈忠和对实现这个目标充满了信心 当满怀希望的陈忠和带领中国女排出征雅典时 谁也不曾想到 在第一天的比赛中 中国女排就遭遇了意外 尖艳尔团是三号汉尼夫 核心球员赵蕊蕊在场上 仅仅五分钟就在篮网中骨折受伤 那时候突然间骨折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没走过去 我知道可能是够劝的 我那个时候控制住 控制这样 因为这个时候在这么多队员的面前 已经出现了 你再做出任何的反应也没用了 这个时候作为教练 你一定要保持镇静 陈忠和的冷静 稳定了队员们的情绪 最终女排姑娘们 没有因为赵蕊蕊的受伤受到影响 他们以三比零战胜了美国队 然而面对爱将的受伤 场上看似平和的陈忠和 内心却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中午的时候我给主任 我们的主任打电话汇报的时候 我切实哭了 真的是控制不住 挖挖的那一瓶哭 帮我给我家里说 我说完蛋了 最好的爱将 最好的球员 一下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那当时那一天的情况呢 其实呢 队员呢 也是多时的哭 那么 那天我连开了三次的会 三次会 因为队员那个时候 练不下去了 练不下去了 那么作为教练 那个时候就要保护好 要面对现实 赵蕊蕊的意外受伤 对于陈忠和和女孩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之前围绕着赵蕊蕊制定的技战术 全部需要重新调整 这个时候 陈忠和一直血藏的副攻手张平 发挥了骑兵的作用 小组赛 半决赛 陈忠和和女孩姑娘们 顶住巨大的压力 他们出色的发挥 闯进了最后的决赛 决赛中 中国女孩面对的是 此前大笔分输给自己的 俄罗斯女孩 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 这枚金牌唾手可得 然而比赛一开始 俄罗斯女孩的表现 却让中国女孩措手不及 他们不仅以2比0的大笔分领先 还在第三局接近赛点时 始终保持着 对中国女孩的优势 等待了20年的奥运会冠军 尽在咫尺 但此时的局势 却面临着全盘接受的可能 面对几乎崩溃的局势 沉中和表现的出奇的冷静 我告诉别人 你们就当着跟这场球输掉了 跟他打 能够真正放开冲出来了 你们也是好厌的 而且在你们这么情况下 能够进入决赛 我觉得你们已经很不容易的 结果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 赢得了一场几乎不可能胜利的比赛 他们奇迹般的实现了惊天大内装 上演了一场可以载入奥运史册的比赛 我哭了 可能镜头没有 当时没有找到我 或者是镜头 更多的在队员 而且打完之后 我出来抽烟的时候 跟我们的中心主任 系尼包括我们的领队 我们三个男人 在一个比较黑暗的当中 大哭一场 面对诸多的荣誉 很多人说 陈中和是幸运的 因为他可以在组队 四年之内就连夺 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冠军 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 在荣誉和光环的背后 陈中和却又品尝了 太多常人所无法想象的痛苦 1986年 陈中和至今的哥哥 因车祸离开了他 1992年 就在陈中和备战 巴塞罗纳奥运会时 和他相濡以沫的爱妻王莉莉 又遭遇车祸突然去世 1996年 就在陈中和要前往 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的 前几天 母亲脑血栓病发 从此瘫痪在床 而在2005年 在陈中和参加 悉尼奥运会比赛的时候 又一个大击 向陈中和袭来 来悉尼奥运会的时候 我父亲当时突然间 是脑血管破裂 那一天我打电话回来 我接电话的时候 我停顿了一下 好像要跟他说 但是我马上 控制自己的感情 跟他说 自己的悲伤 我说还好好的 爸爸还好好的 那个时候呢 我能隐隐隐悦呢 能感觉到 我父亲那天是七十的 七十股爸爸那天早上 二点多钟就七十了 我没有像我姐姐在问下之后 父亲怎么样怎么样 我如果是问下去 我姐姐肯定会哭 哭肯定会讲出来 其实呢 我不想知道 我知道又有何用呢 是吧 我知道第一呢 增加我的负担 我肯定会难受了 我这个难受呢 无形当中呢 可能会给队员呢 带来很不利的一种影响 第二呢 我还抱一种希望 可能我呼醒还在 我还有一种 有一种希望 所以我就自己呢 就这样处理了 今天的陈中和 再提起亲年的离开 和母亲的病重 也是一脸的平静 他说 品味生活的痛苦 会让人变得更加坚强 但是在陈中和内心深处 他从不否认 自己亏欠亲人的太多 从2001年 陈中和组队至今 每年中国女排 都会在福建的张州集训 张州 距离陈中和的老家 荣海市 仅仅二十公里 而每一次在 张州集训的一个月时间里 陈中和回家 看望母亲的时间 都不超过两个小时 礼拜天的下午呢 我要换家 那么利用这个时间呢 回去看一下 因为礼拜天晚上开会 所以时间都很短 有时候母亲 每次回来 做时间那么短 但是也没办法 雅典的辉煌过后 2008年北京奥运会 成为了陈中和 最重要的目标 然而就在备战奥运的 关键时刻 主力队员的伤病 和后背心人的不成熟 使中国女排的整体状态 出现了滑坡 在2006年的世锦赛上 这个问题更是严重影响了 中国女排的发挥 这是2006年世锦赛上 令很多中国球迷鲜碎的一路 中国女排 在败给了 从未输过的 德国女排之后 已经基本无缘世锦赛的四强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一向坚强自信的女排队长冯坤 难掩伤心的泪水 尽管陈中和用这样的话 安慰了冯坤 但不可否认 2006年的世锦赛 陈中和和中国女排 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去年世锦赛 我觉得是我入队以来 是最艰难的一次比赛 输给荷兰之后 当时我们没有算小分 我们队员嘛 教练没有跟我们说 我们以为输掉这一场 我们连前八都进不去了 从大巴回到酒店的时候呢 然后陈导就在车上 哥哥说了一段话 那段话呢 是这里我们感动的 第一句他说的是 要谢谢大家 他说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大家还是这么走过来的 第二句话是对不起大家 因为他觉得 他说对不起大家 因为他觉得 可能这个队伍是因为他 然后最后没有出成绩 我觉得 其实他当时讲这段话的时候 所有的人 就大多数的人都哭了 因为我知道 如果事情才打不好 肯定不是知道一个人的问题 肯定是我们大家的问题 但是最后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 就是一个男人讲的话 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在 他自己的责任上 所以觉得 就是陈导其实挺为我们队员着想的 陈忠和的话 感动并激励着中国女排的队员 被受打击的中国女排 在后面的比赛中 重新振作 他们击败了古巴女排 和东道珠日本队 在不被人们看好的情况下 获得了世锦赛的第五名 而这个成绩也意味着 陈忠和带领着 备受伤病困扰的中国女排 走出了他带队七年以来的 最低谷 还有不到五百多天 就要开幕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对于陈忠和来说 将是他人生中 更为重要的一次考验 面对着来自各方的期待和压力 陈忠和说 自己唯一可以做到的 就是做好每一天 做好每一天 这是女排精神的最好体现 做好每一天 更成为了陈忠和和中国女排 共同面对2008的一种信念 其实是真正是做好每一天 因为有时候比赛 现在往往很多 就是说他不是队员 比赛不努力 那么赢球就有拼不精神 只要输球就没有拼不 你就再努力也没有拼不精神 我觉得这样的并不是太准确 所以我现在更理解 就是说他做好每一天 这比赛没一个不想去做 不想去拼 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 谁不想再拼呢 关键是平时要怎么去做好 在这里我们也预祝 他们在今年举行的 女排大奖赛当中 能够有出色的发挥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对我们节目 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 欢迎您通过写信 或者直接登陆央视国际网站 体育在线的博客和我们交流 幸运的您将获得 由中国女排姑娘们 亲笔签名的照片 和由红心耳克提供的运动装备 就这样风云 伴生了英雄 一个信念改变命运的想象 就这样英雄 不懂这风云 正在冲向边旁 一步一步成长 就这样风云 感参了英雄 一个信念改变命运的想象 就这样英雄 不懂这风云 正在冲向边旁 另一个成长 就这样风云 感参了英雄 正在冲向边旁 优优独播放